这是一个空调器上的一个特性器件 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干嘛呢 是接收有遥控器发出的轮根指令 并将接收到的信号放大 滤波以及整形等处理 将其变成脉冲控制信号 送到室内机的微处理器中 为控制电路提供轮根指令 这是一个三位角的接收头 中间角是GND接地端 左边第一角是遥控信号输出端 OUT 这个角是供电端 VCC 这是供电端VCC 如果这个遥控接收器损坏了 它就将引起遥控功能射长 这个故障 那么这个接收器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望连表来 来检测 可通过检测其工作条件和输出信号 来判断好坏 比如说这个二角 二角是电压端 有没有5V 有没有5V进来 如果有的话 我们再测试 再测试第一角 第一角它是输出端 按下和没有按下之间的电压会发生变化 如果没有变化 那证明这个接收器损坏了 我们就更换它就可以了 再测试